前韩团东方神起成员,现为JYJ成员的32岁韩星普有天,2016年6月因接连爆发多起性侵丑闻,几乎让她形象全毁。 随后她认爱陪伴自己度过低潮的南韩乳业外孙女黄和娜,两人甚至论及婚嫁,却于去年5月传出分手消息。 引发关注。综合媒体报导,黄和娜28日在IC上发文表示自己遇到一个错的男人,我真的忍了很久,你居然还把经纪人叫来一起犯下错误后逃跑。 公司和家人联手要把我塑造成加害者,并称这段时间她强制得逞许多没有力气,无法反抗的女性,但我不是,黄和娜指出,自己给对方很多时间,很多次机会,虽然写下这些字句自己会后悔, 但是眼睁睁看着那个人若无其事的活动,然后把我变成罪人,我实在忍不下去了。 她还表示我如果必须受罚,我愿意承担,你就一辈子受罚吧。 我不知道是谁把你变成这样,我如此相信你,还帮你隐藏过错,我到昨晚都还给了你机会,你还这样背叛我,虽然没有指名道姓,黄和娜也要大家不要猜测是谁,随后甚至删除文章,不过内文指正利利,不少网友都认为她说的就是普悠天。 不过,普悠天似乎心情没受到影响,昨天,一日,她还在微博上更新近照,并向粉丝表示谢谢你们的支持。 察觉对方有性侵意图时,应冷静设法离开现场,并立即求救,若遭限制行动,误过度刺激对方,千万不要抵死反抗。 相信直觉 拒绝不舒服或不喜欢的肢体接触 睡觉或惯喜时,门窗要上锁 避免欲诱、吸毒、有暴力倾向或性犯罪前科的人独处 当对方出现你认为不妥的言行时,应立刻离开或制止。 如遭性侵,应立即报警与求助信任的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